这个叫刺花螳螂 你看它的这个肚子上就有很多的刺 我轻轻摸一下 不眨吗 不眨 因为它太小了 所以它那个刺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它还会带早 这个是40的 就是每推一只皮 它称为10 现在一共有60 有60 对对 然后推两只皮的话就到了末龄了 再推一只皮的话就成皮了 真好看啊 还看生懒腰呢 对就是它那个腿特别长 那个螳螂拳不就是学螳螂的这个样子吗 对对 所以武术里面有螳螂拳 我把这个放进来了啊 观察好了没有 观察好了 来来 这个像蜈蚣螳螂 这个呢是眼镜蛇哭野螳螂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部 背部很像那种 眼镜蛇撑起来的样子 我感觉这个是用叶子做的 因为它是拟态的嘛 它现在它就是模仿那种枯叶的形态 你看它在动 你看它在动 看到了没有宝贝 看到了 轻轻轻轻轻的 一定要轻轻的跑啊 一定要轻轻的 也是温度有点低吧 然后 它温度低的时候 它活动的就 就不太愿意活动 是不是 对 对 它就比较高 它就比较高 对 加点温 它们喜欢那种高温 比较潮湿的地址 眼镜蛇枯叶螳螂 哇 这个这个长得像那个绿螳螂 什么螳螂 绿螳螂 绿螳螂 这个像那个绿螳螂 为啥 我看不着呢 哎 这是像我们平时见到的那 也不太一样 它的发文好好看呢 对 这个是眼斑螳螂 眼斑 对 就是它身上的花纹 像眼睛的斑纹一样 所以叫眼斑螳螂 哇 我们先把这个眼斑螳螂 把它放进去啊 小心 小心啊 这个好像眼镜蛇呀 这也像眼镜蛇呀 咱们来看看这个 圆圆的盾 它身上 哦 它的 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这是螳螂拳 看到没有 螳螂在打拳了 螳螂拳 哎呀来 哎呀 这个螳螂来了 哎呀 我是如此的苗条 我长的是如此的高贵 我的名字叫什么螳螂 请问 元斑螳螂 哎呀 哎呀 元斑螳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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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吧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哎呦呦 娜娜小姐 试试到你手上行不行啊 哎 到我手上去了 哎呦呦娜小姐的手还挺舒服的 我在这待一会儿啊 娜娜你试试啊 看能不能放到这里面啊 好了那今天呢 咱们认识了很多种螳螂 然后接下来咱们小朋友们 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 好不好 好